大家好,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离这个行业很远的人 把他们给带进来 然后他们会搞一些 至于他们会搞一些很有想象力的事情 我只能这么去感觉 而且包括我们现在已经感觉到了 就是说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 然后至于平台和卖家之间的博弈 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的 而且现在很多卖家已经有很多的办法去拆刀了 所以说现在进来的人 他们会用更多的稀奇古怪的招去做下一个市场 但是无论怎么样 无论是今年去年还是明年后年 站在我们做了这么些年的经验上 大多数入籍的人其实还是会以失败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